在我旁边这一箱是宁静 她的收藏 每一个都有祭奠意义 天哪 宁静我可以碰吗 还是我不可以 我可以碰吗 那因为我得给她看一下是什么 可以可以 我老喜欢你了 多谢多谢 我喜欢这个 那个爱丽 这个的尾巴 哇 它是爱丽丝梦游仙剧里面那个猫吗 就是它就是它 因为我 其实那么老了 还是喜欢毛绒玩具 爱丽说自己老了 你们都没有反应吗 你老的世界上还有年轻人吗 谁老的不精进 所以其实这个玩具是 是我儿子去玩迪士尼 就好像是上海那个吧 他知道我喜欢毛绒玩具 然后就就挑了这个给你 对 哇 我觉得你喜欢 这个震的我很喜欢 我看她是 还蛮时髦的 他就是很滚硬 我很喜欢她的表情 是很可爱 很高 对 既然提到了儿子大人的话呢 有件事情我真的忍不住要询问一下 您知道宁静小姐在她的微博上面写了很多有深度的内容 文笔很好 然后耐人寻味 宁静说她儿子问她婚姻是怎么回事 有这么一则吗 还记得吗 因为我的儿子吧 就是她不是按照常规出牌出牌的 所以我一猜不到她的内心 她不看微博也 但是我发的时候我就特别希望她看到 她看不看你演过的戏 她也不看 她从来不看我演过什么戏 我演过什么她也不太关心 这是真感情 我也从来不看萧萧演的戏 她是你妈妈 因为我不是那种妈妈说 你一定要看我的作品啊 你要讲 有时候我也会了 因为作为母亲来讲的话 都会有点啰哩啪嗦嗦的 我后来发现我有点虚导了 没有 这不用配合了吗 你做得很好 你静止了 静止了 你怎么救我啊 我说到哪儿了 你有希望她看一下 我希望了 因为我在家的时间很短 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对 我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 就是我只要在你面前 我就把你教育到 你必须要服贴 然后诸如站着不许动 不许眨眼睛 不许换腿 脖子不能歪 不能问我可不可以换一下腿 或者顶嘴 其实我会有一种 你有这样教过小孩吗 我会我会经常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特别怕小孩没有规矩啊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吃饭啊什么很多规矩 就家里面有一万多种规矩 我们是在家教上面特别的严格 就是用拳打脚踢这种方式的 所以就记住 有教养很好啊 拳打脚踢 这种其实我不喜欢 我应该这样 拍马屁拍到马腿上 我希望你能摆脑 うん 我很 没有